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街头出现异常一幕 同时 最大乱港头目态度也发生巨大转变 港媒报道 两名涉嫌违反禁止蒙面规律的嫌犯 7日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控方申请两名被告暂无需答辩 将案押后至11月18日 等候警方进一步调查后 转至关堂法院再讯 在法庭上 两人均获准保释 香港5日凌晨起实施禁蒙面规律 当日凌晨 警方在关堂起田商场外拘捕两名男女 他们同被控一项非法集结罪 以及各被控一项违反禁止蒙面规律罪 控方案情指出 10月4日晚11时半至1日凌晨1时半 有人在涉案地点非法集结 有人用砖块等杂物设路障堵路 当时这名男性嫌犯所戴的是蓝色普通口罩 女性嫌犯所戴的是黑色布置口罩 据了解 18岁的男性被告获准以300港元现金保释 38岁的女被告获准以1000港元现金保释 两人均需遵守其他保释条件 包括每晚11时至1晨6时首销禁令 不得离境及每周到警署报到一次等 环球时报7日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引用紧急情况规律条例定立的禁止蒙面规律 于5日凌晨0时起生效 5日6日两天正值周末 环球时报记者实地采访发现 虽然禁蒙面法生效的首日 香港暴徒的暴力行为规模和烈度比4日晚有所降低 但6日蒙面暴徒在九龙和港岛多处堵塞道路 破坏公共设施甚至疯狂袭击市民 尤其是个案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5日下午 有暴徒在铜锣湾煽动非法游行 但规模并不大 只有几百人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 由于是禁蒙面法生效的首日 公然非法戴上口罩的示威者并不多 一些口罩遮面的年轻人甚至引来路人侧目 即使夜色降临 望角街头的游行人群中 蒙面比例也只有约一半 6日 暴徒又在九龙和港岛煽动非法游行 中午12时起 铜锣湾望角等往常繁华的商业区 沿街店铺都纷纷关张 当日游行的特点是 起初规模庞大 蒙面比例剧增 但所谓的合理非示威者也退散较早 留下蒙面黑衣暴徒在各处实施暴力破坏行为 此外 内地银行店铺也遭暴徒打砸 港岛及九龙的重要路口 被暴徒用竹竿砖头等物阻塞 环球时报 环球网记者所乘的车 在望角几乎陷于暴徒路障的包围圈中 近两小时才得以驶出 不过整体而言 周末示威者的规模有所减少 暴力程度较四日夜间的癫狂也有所下降 尽管暴徒疯狂挑衅 但香港警队的处置仍然严守法律程序 对于暴徒堵塞交通等行为 警队在每次驱散前都会按照举棋流程予以警告 记者尤其注意到 香港警察执法的过程充分尊重市民的权利 并不像一些西方媒体所形容的 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亵渎 五日心力生效第一日 警方曾在中环截查蒙面者 但只要是愿意除下口罩 方便警方识便身份 且无涉嫌干犯其他罪行的人士 警察均按照条例予以放行 过程非常平和 禁蒙面法生效后 为何还会出现暴力周末 作为禁蒙面法推动组成员之一 前警察员佐级协会主席陈祖光六日表示 禁蒙面法推出后引起了暴徒的强烈反击 在短期来看 暴力规模有所缩小 但暴力行为仍不会立即停止 目前最重要的是需要香港政府和警队 有更加坚定执法的决心 六日 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说 目前激进暴徒反应较大 说明这是对他们的一记杀招 暴力或许有所增强 但参与规模在减小 预期警方的抓捕会越来越多 吴秋北建议 如有更激烈的暴力行为 就应以紧急法取缔 网上删暴 删毒 删仇杀 删恐怖的媒体 正如各界所言 暴徒即使再疯狂 但禁蒙面法的实施 始终能给予其一定的威慑 而乱岗头目黎智英 近日态度就有所转变 10月6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发文指出 昨天在脸书上载了我的一篇 黑豹大台失控 蓝炒泛民基层 今天正想越阻带袍 根据战中的经验 为黑豹运动中稍有意识的少数人 起草一份自圆其说 华丽转身的明金收兵胜利宣言 起料 黎智英在今天的苹果日报专栏就放话了 文章的题目是 这不是硬拼的时候 和我心中的收兵宣言 异曲同工 下面是今天黎智英文章的要点 面对这场运动 我们以武力对抗 到目前摧毁的都是死物 而从未蓄意伤人 但不要被剑载受趋的冤情 激起我们的仇恨 将现在的对抗武力升级 这是一场以道德力量对抗暴力的战争 我们不能让自己从道德高地摔倒 否则我们什么力量都没有了 最后只会功败垂成 以我所知 警方已掌握了较激进勇武者的身份资料 经过渗透者的跟踪 也知道这些人的住址 却没采取拘捕行动 是想进一步激发这些人将行动升级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堕入罗网 其实连灯八达早已窒息此事 前一阵子已出歌席宣言 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堕入渗透者 过激暴力 陷我们与警方的罗网 我们的策略不是以激烈的对抗 迎娶对方 而是以道德权威 不屈不挠的精神 消耗对方 现在是我们冷静思考的时候 黎智英叫黑豹收兵的托词是 警察设越位陷阱 其实他怕的是暴徒嗜血成性 打死一般市民 或者放火成灾 造成重大伤亡 又或者抢手机电电器铺 中保私囊 明眼人都知道这些暴行 已经成为新常态 并且形成趋势 沿着群众运动的规律 向更丑恶的一方发展 黎智英对此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更清楚的是 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但是 正如我昨天在脸书上说的 叫得停吗 我昨天说 运动有了自己的生命就要自主 加上未来的选举都是名利双收的黄金机会 连灯仔和勇武当然也要各自努力 不会让别人掠夺革命成果 所以大台已经做不了主 运动已经失控 大台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定战略 拿捏力度 然后分工合作 大台说了不算 各路人马各自为政 没有统筹 结果就是不断犯战略错误 最后被黑豹运动拦炒的只会是不肯割习 机会主义的泛民和广大的基层青年 针对反蒙面法的定例对部分示威者产生效果 香港两高官同日发文解答了市民的疑问 10月6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和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同日发文谈反蒙面法 张建宗表示 政府定立禁止蒙面规律是基于社会上出现了危害公安的情况 而绝对不是香港已进入紧急状态 考虑到目前迫切情况 除了制定禁止蒙面规律外 并无其他及时的方案 而对于定立程序的合法性问题 张建宗表示 禁止蒙面规律是一项附属法律 与所有附属法律一样 会由立法会以先定立后审议的方式审议 政府已按立法会程序 向立法会就禁止蒙面规律提供文件 待立法会在10月16日复会进行审议 绝不存在政府绕过立法会立法的说法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提到 自己留意到有评论关注 政府根据紧急情况规律条例来定立禁止蒙面规律 是否意味将来议会限制资金进出 他再次明确指出 香港不会实施外汇管制 港币可自由兑换 资金可自由进出 这是基本法的庄严保障 陈茂波同时引用 基本法第112条的条文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 港币自由兑换 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障资金的流动和进出自由 在最后 陈茂波也表达了自己对暴力冲击造成影响的忧虑 最新公布8月份的零售销售货值按年急跌23% 是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月跌幅 足以反映近月的社会事件对零售世道的打击 我希望大家在支持自由表达意见的同时 也反对假借任何借口的暴力行径 让大家可在安全自由无需恐惧的环境下 为香港共谋出路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